可走死了 那今天呢 其实是要去旭酒吧开一个展 然后这个展呢 其实是压力剑做的一个借光计划 就是向那些有故事的人借助他们回忆里的光 在这个活动当中 会征集大家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最后会变成演唱会舞台设计的一个部分 就是听起来就很酷 所以我自己做的一些物品也有视频的记录 这样的话就给我完整的表达 大家介绍给我 然后希望我完成我的舞台 完成我的这个Chill 所以我就用各个角落 我想用了灯光啊 视频啊 真实的一些文贵啊 就是用了一下这样的传统 所以另外 有很多别人的故事 有很多我的故事 哈喽 杨丽 好啊 杨丽 当中间你看到这儿成练了所有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把自己的小时候的收藏 小时候自己最爱的东西 从第一份工作 我看到小林聪 然后还有小林聪 还有那个Workman 还有自己的I.U 最开始第一台手机 穿任何个故事 全都借给了我 让我能够把它做成我的展览的成练 然后的确一定是东西 就是因为很多人来看我的展览 这就是一种巨幅 最后的空间的这一部分 就是因为一切都原因 就是我们渴望舞台 我们希望每人给我们的机会 当我可能被拒绝了 数次的时候 我不想去就是说 非得等着别人失神 那我就自己干 因为这可能也是 二十五岁的一个 相对年轻的时候的一种 一种任性 所以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舞台 然后呢 我自己 一句文化的第一句文化 就是一种感动的机会 然后也是在一次 在这一年比较有紫苍的时候 做这个画 我觉得西软演员变成了一部 艺术家的作品 变成了大师的心态 就是说大家不要去否定 不否 不要太驱惨 这部分都为了很大的鼓励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其实建了那个文客的光 然后这个空间是 你能够自己 刚好套的那个女人 刚才拿手机拍 你手在哪里 再 头扬一点点 然后啊 呐喊 这个就是建了文客的光 然后需要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窗口 去呐喊 去宣泄 去表达 带你来到我的接光记号 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 这个空间就好比 你站在外面那个人 开上了我自己 然后 这边有舞台的 对 然后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空间会发生一些变化 马上 来了 哇 因为本身就是 它是不发光的 刚刚的这些光源 其实就实在在接着的光 因为有的这些光 它才发生不发光 它本身是不发光的 因为本来就很平坦 那你身边的东西 有什么地方 但你也不要细次 你给别人光芒 因为你给了别人 你也给了别人 所以这个空间 代表的就是 我需要一些的光芒 所以我们 我不愿意给别人 就是说 我要某一个机会 但是我会跟大家说 我需要的光芒 所以就我们现在 这个空间 就是 我本来是 我们自己在外面上 在外面上 聊了别人 我最感动的 就是 他们在演出 我就最感动的是 就是 就陷入你了 因为那一刻 大家不常看得太清楚 就真的 我能够能够看得太清楚 像 你刚刚讲的 这个空间 就好像这一句话 你先看不清楚的时候 对不对 马上你会看清楚 其实是一个地方 有看到了吗 就好比 你现在在我们台上 你看不清楚 你真的 东西亮丽的时候 对 我也可以 你看不清楚 你看不清楚 所以真的 当黑夜来的时候 你不用看 因为它就是一个指定 它反而是一个指定 因为有黑夜 你才能看到 有些威风 这些人的 然后这个曲子 就是给我自己 演唱会设计的曲子 对 然后我也希望 每个女孩都会有机会 慢慢地传承 因为每个女孩 都会有下人成长 希望她也会有 行动的道理 不管到什么年龄 女孩子 其实都是有 自己内心的花园 内心的城堡 内心的道路 对 内心的道路 我觉得真的是 一件很酷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 比较矛盾的人 所以我特别羡慕 这样子 是对待人生的人 影响多的事情 现在立刻 马上就 就 有人都不会玩 觉得这种态度 真的太酷了 很明显 这个姿 词 感谢观看